首先声明前段时间菲克登上的是福布斯亚洲区域精英榜,这个榜单不是有钱就可以上的,而是要在各自领域有相当的名气和贡献价值。 这个榜单当中并不都是富豪,还有很多的运动员,前段时间菲克登上福布斯引起了不少的热议,在一般人眼中,只有富豪才可以进入福布斯排行榜当中,一般人是登不上的,那么菲克到底有多有钱? 其实不是这样的,菲克登陆的是一个叫亚洲区域精英榜的榜单,收录的不是富豪,当然都完全不缺钱。 自S8年底,为止国外的统计网站当中,统计了所有的选手奖金数情况,其中菲克因为三个S赛冠军加深,以及其他很多冠军的加成,最终高达117万美元,换算成人民币,也将近800万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了。 即使如此这还是仅算奖金的情况下,没有加其他的代言,年薪益以及签约费等等。 在一次韩国节目当中,就有人谈到了菲克的身价,表示国内有位菲克选手竟收入30亿加韩元夺冠的奖金,合起来大约50亿韩元,韩元换算成人民币,大概会有一个比价值观的观念,30亿韩元,大概相当于1770万人民币,50亿韩元,大概接近3000万人民币。